意义了 没有手术意义了 他就好不了 遭到手术也好不了 所以每天 你看他现在挤尿 他这很好挤 每天至少两到三次挤尿 对对对 你给他换成那个 等待给我闲着 我给他做个这种 两条 这种小店再拿 大家好 我是 大家好 我是小徐 就是跟人家说一下 我们前段时间 从服务区 就是救助回来的瘫痪小口 给他请叫百里 就是在到医院检查完之后 才发现他是歇天性瘫痪 而不是因为车祸导致 然后本来以为能给他做手术 然后北京的专家也专程 就是来到太原医院给百里看了一下 看了之后 从横飞 北京的专家叫 然后包括现在还在太原从医院 是从横飞救授 大家应该能搜得到在百科上面 都能搜得到从横飞的一些相关资料 一开始本来以为他的手术 几率会高一点 但是从横飞教授看了之后 然后说不介意我们做手术 因为做手术他的成功几率也很低 因为他是歇天性的瘫痪 歇天性瘫痪 这有一点就是那天西瓜大哥说的一句话 就这只狗狗下半身已经磨了 他那个已经起了老解了皮肤 做了手术很难恢复 恢复可能性很小 而且很容易感染发炎 所以的话这只狗狗也 没办法做手术 看他是一只小狗 可能他这辈子只能在龙椅上度过 然后在医院把解胆的胃伤治疗一下 过一段时间就给他结婚了 我现在再纠结了一点 比方说是跟给他买什么样的龙椅呢 而且还有一辈子瘫痪的话 就是需要专门来照顾 又给把它安放到哪个区域呢 所以许多许多的问题 因为我想着 哪怕他的手术有40%的几率 咱们也给他做一下手术 可是他最后经过检查之后 他手术就是成功的几率 也20%都达不到 20%都是很微弱很微弱 而不是他20%的成功率 他连20%的成功率都达不到 因为这只狗狗他的皮贴身皮太紧 所以导致自己瘫痪了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皮紧是啥意思 就是皮太紧了 导致咱们这个胳膊伸不直 关节症 然后直接伸不直了 就像咱们人一样 这里的皮是松的 然后你这里的皮特别特别紧之后 肉特别紧之后 咱们也伸不直 就是白礼的话 他就是皮太紧 皮包裹太紧了 导致他的整个后半身的骨头 现在都已经伸不直 然后包括他的肌肉 一点点肌肉都没有 所以就是没有成功的肌肉 一点成功的肌肉 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情况 这个情况呢 早就一月早就通知了 通知了有两三天了 我一直也是没时间给大家讲解 也不知道该怎么跟大家说这个事情 今天呢 就是给大家简单的讲解一下 白礼目前的一个情况 谢谢大家 也感谢大家为白礼担心 同时也希望他回到家园之后 能幸福快乐的度过自己的后半身 因为他还是一只小年狗 并不是什么年龄很大的狗狗 他是从小瘫痪 被主人拿着丢到了服务区 被丢过来的时候 狗狗就是拖着自己的后半身行走 在服务区待了一年多 长那么大 直到现在 就是他依然还是瘫痪的 我只能说是我见恋了 谢谢大家 在这里同时跟大家说一声不好意思 我们能让白礼再一次重新站起来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